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材料本身的一个特性来思考 就是说图像对我而言有一种位置 就是那种位置就是说 我不知道它传达什么讯息 我也在思考我可以阅读到什么讯息 我也在思考说陶瓷难道只有材料 技术性 手法 技法的堆叠吗 是不是能透过材料可以再去连接我的创作 我喜欢边做边组合 拆解再组合 割开拆解再组合 唯有陶瓷可以让我去做这类型的创作方式 那这种位置的状况之下 我就很像在探讨新的图像 一种陌生的图像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兴奋的事 这种陌生的图像对我来说 我做物件雕塑我做了十年 我在行硕而已吗 还是说我只是在交代 我是做陶瓷的 一个艺术家当你无法再寻求一种 转型跟突破的时候 我就真的很痛苦 一直挖自己 那慢慢的就挖空了 就开始在思考的时候 我关注的是什么 由外而内这种过程中 转换由内而外去关注外界 因为重心的关系它会这样晃动 那我作品需要每一个都很稳这样 安装起来它比较不会说问题 我一直在画图像的东西 我最常去的创作来源就是故宫 创作想法来源是来自于像型 像型图文对我也是一个图像 我一直在思考说 当我们人在跟人之间沟通 没有文字的时候是什么 我们人对图像的身体的认知是什么 找你自己的一个身体阅读的方式 就是我的目前工作陶瓷工作空间的场域 我常常也站在这个楼梯 看我的作品 那有时候我作品需要 要拍摄 或者说我作品需要模拟展场的状况 我都刮在楼上 那去观察作品的光影 还有亮体 你看这些符号呢 其实都跟图像堆叠 水墨山水空间 由上而下 一样是高原平原静原的方式 高原就属于高空跟高山 那平原都属于人物近景中景的东西 近原的话就是像一些花鸟花草这样 看到水墨的群集的堆叠 让我想到我的创作 看很多水墨的那种空间布局 很顺势的把水墨的那种空间透视 跟距离的那种空间的关系 放到我作品里面来 当你有技术 你要谈的东西 不一定是技术 你的创作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艺术创作 它跟科学很像 它就一直站在世界的前头 科技的东西是改善我们 甚至说挖掘我们所未知的东西 会改善我们的生活 可是我觉得艺术它未知的东西是 改善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精神 你的艺术 到底可以传递什么讯息给我们 我觉得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都没有什么 我觉得艺术 不然别人 我说你能不能再看 但是我不想再看 会长想要学路 自己的情绪 或屈杜尽 就知道 平台 很非常学习 而且 这样 你可能会议 我觉得 创作 我 a 未知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